哲智 《踐欽姊妹》 朋友 大家早上好 我們感謝神 讓我們再次在線上一起崇拜 今天是5月第二個正期 亦都是母亲节 我要祝贺所有的母亲 母亲节蒙福蒙恩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祈祷 亲阿爸千父 我们要多谢你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在线上 来到崇拜 我们要多谢你 因为今天是母亲节 我们委着在线上的母亲 来到多谢你 因为他们是蒙福的一群 他们被你揀选 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天父我们都肯求你 继续的羊做妈妈的 他们都能够更加的认识你 更加的懂得用上帝你的华语 也都因为他们的儿女 因为他们的妈妈 他们的爸爸认识你 他们都能够更加的有福分 神我们要多谢你 这个时候我们都肯求上帝你继续帮助 今天我们的崇拜从头到末了 上帝你都帮助我们母兰佐的来到亲近你 帮助我们透过敬拜赞美 透过读你的华语 透过听你的华语 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 也都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有力量 来到行走天国的道路 主要这个时候我们都记念到 有些身体上有病痛 或者是心里面有很多难处的 他们都求神你帮助他们 跟我们一样能够单单来到仰望你 因为我们知道在世上有苦难 就是在你里面有平安 求上帝你帮助我们这个时候 一切来到亲近你的时候 更加从你得着力量 圆千父来到看顾 带领我们祈祷交托 逢主耶稣的命所求 阿们 起祭 太灵弹 minds 我们请诚哲 以下 我们用三首诗歌 lesc 唱 coil 性 民略 忠信 让我们工作 持续 叶 爱 幸福 只能 在 或 investments 叔 欢唱 哈利路亚 来到主宝座前 祝愁赞美他 我们慌慌信了 进入圣经面前 你是成长主 你是心成全 你知足我 你是足 最大的一生 你是奉行之足 你是我的不主义的 我耶稣我君王 我赞美你 要是奉顾赞美 祝愁我的祝福 告诉所有欢迎 哈利路亚 来到主宝座前 祝愁赞美他 我们慌慌信了 进入圣经面前 你是成长主 你是心成全 你是我 你是足 最大的一生 你是不只知足 你是我 你不主义的我 耶稣我只好 我赞美你 一切歌颂赞美 都为我祝我的生 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 我们歌声不喊 告诉耶稣祝你 Hallelujah 赞美主哈利路呀 赞美主哈利路呀 Hallelujah 赞美主哈利路呀 赞美主哈利路呀 Hallelujah 一切歌颂赞美 都为我祖我的舍 你是你的感受与赞美 我们的舍舖 到去耶稣之地 Hallelujah 赞美主Hallelujah 赞美主Hallelujah Hallelujah 赞美主Hallelujah 赞美主Hallelujah Hallelujah 赞美主Hallelujah 赞美主Hallelujah Hallelujah 赞美主Hallelujah 祂贝祂准备上晚宅 Hallelujah 你是我的祖 你我走著你路 高雄我的孤 都是你在阿富 万人总会多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定许 这一生都是祝福 你不用一抹 只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叫我自己家族 你不用一抹 只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叫我自己家族 你不用一抹 只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叫我自己家族 你苦 都是爱在保护 万人总会多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定许 这一生都是祝福 你苦又一抹 只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叫我自己家族 你不用一抹 只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叫我自己家族 你不用一抹 叫我自己家族 你不用一抹 只是恩典之路 你不用一抹 只是恩典之路 你不用一抹 只是恩典之路 你爱 你说 只会我走着人生路 一到第五节 第二段是诗篇三十一篇十五十六节 请听我读出 第一节 耶路华我投靠你 求你使我永不羞愧 凭你的公义搭救我 求你七意义挺快快救我 作我坚固的盆石 请救我保障 因为你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所以求你为你明的缘故 引导我 指点我 求你救我脱离人 为我暗设的网络 因为你是我的保障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耶路华诚实的上帝也 你救赎了我 十五节 我终生的事在你手中 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 和那些迫不我的人 求你 使你的灵魂照顾人 凭你的慈爱 拯救我 这是上帝的华语 感谢主 让我们一起读出今天的竹文 全能的上帝 因你独生圣子耶稣基督 以德性死亡 为我们开了永生的门 求你施恩 如先在我们心中存放行善的心愿 好叫我们借着你 不断得帮助 圣子与圣父圣灵三为一体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让我们一起同心 宣读我们的信仰 仕途顺经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智 因圣灵感印 由同精女 玛利亚所生 在本刁彼拉多所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刚在阴间 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初在全能父上帝的游边 将来必从哪里降临 审判没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仪宫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德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圆主与你们同在 圆主与你的心灵同在 我们要祷告 求主圣父联吻我们 求主圣子联吻我们 求主圣灵联吻我们 我们 哦 圣主圣集成 一切来继续读出 主教导我们的祷民 主祷民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专辅的名为成 愿父的国降临 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父今日赐给我们 有求遥述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遥述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如见试探 请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并荣耀 全是乎的 世世无尽 阿们 求主向我们发慈悲 求主赐恩拯救我们 求主保佑国家 求主随替我们的祷告 求主叫主的仆人都披上公义 求主使主的选民得向欢乐 求主使天下太平 求主使我们平安度日 求主为我们做清洁的心 求主使圣灵不离开 欢迎老末 欢迎老末 求主主祝人都护下平啊 求主祝人都护上公义 求主义真相平啊 展开恨意如此温柔将你时常保护 你岂不见所求皆谋主照顾 主愿所求此时的路 赞美上祝福你护你 是你作供顺利 赞主美上藏主此恩 比甜甜看不离 此心失了却能离祖海深藏 做你朋友和人夫妻 赞美上祖让我整个心灵赞美上祖 甘愿天下凡有血气同来 赞扬圣主 祝主黎明 重新一致说阿们 赞美上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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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五月的第二个主日 是世界公认的母亲节 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好的庆祝 祝祝妈妈的这个特别的日子 因此在这里 今天我要公祝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蒙恩 祝所有的妈妈身体健康 对我来说 我自己每一次想起妈妈的时候 就有很大的感触 因为我没有再有机会 来到为妈妈来到慶祝 这个母亲节 我妈妈在二十一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回到天假 那美云师母 今年是第二年 没有跟我们庆祝这个母亲节 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很感恩 因为有妈妈 正有我们的今日 如果没有妈妈 我们就没有今天 对妈妈来说 他们对移类的期望 其实是很简单的 他们希望移类能够快步长大 希望移类能够生性做人 希望移类能够成家立实 更希望自己的移类能够让儿育虑 看来这个是很简单 其实真的不简单 妈妈就愿意一生付出 让我们这班做子女的 能够成人 能够长大 能够可以生活 因着这个缘故 我们为着妈妈 来多谢我们的主 多谢我们的神 而对于信耶稣的妈妈 他们有多个期望 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 都是信耶稣 希望他们的孙 都是能够可以 来到从世 跟从住 所以我们来说 我妈妈 其实都是很感恩 因为她都看到自己的子女 自己的孙 她的室 大部分都已经信了耶稣 在今年年初二的时候 我们就照往年一样的 去到墓远那树 来到有一个追尸的礼拜 跟爸爸妈妈来追尸 那今年就有三十七个 他们的子女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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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有三十七个人 当中有三十一个 都是信耶稣 所以为这件事感谢神 那对美人师母来说 她也很感恩 因为她都知道 自己的两个儿女 自己的媳妇 自己的女婿 以及五个的孙 内孙 外孙 都是一样的 信了耶稣 他们每个礼拜 都回到神的面前 来到敬拜神 就是现在用这个线上崇拜 同样每个主日 都来到神的面前 敬拜主 所以对我们信耶稣的妈妈来说 这个期望其实 是他们令他们最欢喜的一件事 就见到自己的下一代 跟着的下一代 都会跟随耶稣基督 一首歌 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听过 直到如今经过很多年之后 就算没有看歌词 我们都会唱 都会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世上只有妈妈好》 这首歌是一部电影《虎儿流浪机》 一个主题曲 但当时是小芳芳做这个 《童星》的时候她所唱的 我们试试唱一次好不好 《世上只有妈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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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透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像不了》 《没有妈妈真苦老》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离开妈妈的怀抱》 《幸福哪里走》 《世上只有妈妈好》 《因为妈妈对儿女的心无微不至》 《妈妈愿意为子女付出一生代价》 《妈妈对儿女的心》 是我们无法忘记的 在圣语里面有好几个妈妈 令我们很敬佩的 其中一个就是摩西的妈妈 在《出埃及记》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 就提到摩西的妈妈 《出埃及记》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说 有个利未嫁的人 娶你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那类子怀孕生一个儿子 见他中美 就藏了他三个月 后来不能再藏 就娶你一个普曹商 抹商石漆和石油 把孩子放在里面 那箱子各在河边的楼的中 那这个出生的人 就是摩西 你以为人家今天来看 他真是心不合适 因为当他出生的时候 正是当时埃及王的法佬 他就下了会命令 所有希伯来人 所生的儿子 都要调入利罗河 有哪个妈妈 愿意看着自己的儿子 来这样被吊到河中而死呢 所以当时摩西的妈妈 就冒着生命的危险 她不愿意来遵照 这个法老王的吩咐 把自己的儿子吊到利罗河 他反而将他收藏起利用 但是 这个儿子漸漸不大 只能收藏到三个月 他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将这个摩西放在一个普草箱 然后叫他女儿 将他放在一个河的当中 刚好 当时 法老王的女儿 就在那时候冲略 就发现到这个普草箱 打开之后 发现到 有一个男子 男婴 是希伯来人的男翼 当时摩西他就走 这个法老王的女儿 就要一个希伯来的妇女做奶妈 来养这个摩西 结果摩西的妈妈 就做了摩西的奶妈 而有机会 有几年的时间 来养育摩西 这书说了什么呢 说了就是 做妈妈的 无论如何养 都愿意赔上自己的生命 为了要保持 为了要保护自己孩子的安全 我们在神的面前 来到很感恩 妈妈 就这样的 样样事情上 来到维护我们 有一次 在一个农场 就发生大火 当中很多只的鸡 都被烧死 但当那个农场的主人 来到去看整个农场的时候 发现到什么都没有 但他看到有一只母鸡 已经被烧到焦黑了 但他仍然在那里 卡住 而当他走过去 他移动这个母鸡的时候 发现到 在他的翅膀 两个翅膀之下 有几只小鸡 然后那个妈妈 在这个火灾的时候 他竟然 不顾自己的生命 只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女 将他的小鸡 藏在他的那个相抑的当中 结果 这几只小鸡 就能够活下来 另外就是一个妈妈 是我们很佩服的 这个我们大家都曾经听过的 就关于那个献上 五饼二语 给耶稣的那个小孩的妈妈 大家都知道 当天耶稣基督 他向人传道 但是天就快黑了 有那么多人在这个树 怎么能够给他们吃饱呢 当时耶稣说 门徒你们给他们吃饱 但有什么给他们吃呢 而当时就有一个小孩 带着五饼二语 愿意交给耶稣的手中 让耶稣祝福 使得超过五千个人能够吃饱 很多时候我们将那个 注目在这个小孩的当中 或者注目在那个五饼二语的当中 但我们不要忘记 哪一个能够给这个五饼二语 这个小孩的呢 是他的妈妈 他妈妈 擔心的儿子肚饿 就预备了那个午餐 甚至那个晚餐交给他 让他去到抗疫的时候 甚至能够听耶稣说到的时候 不怕自己饿 妈妈就是这样 妈妈 他一直为了儿女的衣食住行 来到去担忧 来到给我们每个子女 能够有得食 有得衣着 有地方住 无论如何辛苦都好 妈妈都愿意为自己的儿女而崖上的 这个妈妈 看会到儿子要吃饭 看会到儿子要吃饭 怕他饿了 就为他准备了五饼二语 这个妈妈是可疼偉大的 一个妈妈 她有几个儿女 家里就很穷 她每次带着儿女出去逛街 天气很热 看会到雪水当时 就买一杯雪水 给三个儿子来喝 一人喝两口 但儿子都说 妈妈你都喝了 妈妈怎么说呢 她说我不喝 你们喝了 去到河边 我喜欢吃鱼骨 我喜欢吃鱼骨 晚上睡觉了 睡到半夜 子女疾醒了 看到为什么还有灯光 原来妈妈在那里买车衣 妈妈在那里买车衣 来补家用 妈妈说 妈妈你都睡了 妈妈怎么说呢 她说我不累的 妈妈为了子女的需要 为了她们的生活 她愿意说自己不要渴 不要累的 我不喜欢吃肉的 妈妈就是为了自己的疑慮 愿意付出她的一切 另一个令我们都很佩服 也都很感恩的 就是提摩泰 提摩泰她的外祖母叫做罗尔 和她的妈妈叫尤尼基 在这个提摩泰后书的第一章 第五节曾经提到 关于圣经里面所说到的 这三个人的名字 是第一章的第五节 圣经跟我们说 我记得你就是提摩泰 无偽的信心 这信心才存在你 外祖母罗尔 和你母亲尤尤尼基的心里 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里 原来我们在耶稣里面的信心 是可以传承的 就是说由那个婆婆 传到给自己的女儿 就由自己的女儿传到自己的儿子 这个所谓的传承就是说 那个做婆婆的 她愿意将这个耶稣基督 带给自己的女儿认识 帮助她的女儿在耶稣里面有信心 而她的女儿也都将自己的 在神里面的信心 带到给自己的儿子提摩泰 让提摩泰 也都可以能够认识这个神 对这个神从世 就跟随她 服侍她 今天我们也都有这种责任 如何能够帮助自己的儿子 将我们的信心 传承到他们当中 让他们从世就体会到神的同在 从世就能够可以 来追求认识这位神 上个礼拜 我的孙女Johanna 就上到楼上我房间 跟我说什么呢 她说 帮我哥哥来祈祷 原来他哥哥 跟牙有多少问题 要去看医生 看牙医他又害怕 他上来说 帮他哥哥祈祷 他哥哥害怕 看牙医 这么小的一个女孩 只不过是七岁 但是她有一个心 知道说 有耶稣可以帮 可以向耶稣祈祷 原来在之前 他知道有一次 我跟他哥哥祈祷 因为他哥哥头痛 他头痛 祈祷了之后 他睡了一阵 一个小时 他就好了 那这个Johanna 就认为 哥哥的头痛 是神医好的 而这次 哥哥很害怕 也都可以求神 来帮助他 求天父帮助我们 让我们庄神里面的信心 能够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 再下一代 再下一代 媽媽对移云里的心 就是这样 云以为儿女牺牲 云以为儿女的公学教学 医食住行 云以付出自己 最大的 故事 心疏 但他们 一生里面 没有埋怨 一生里面 没有违禁 也特别是我们信耶稣的人 看到自己的乙女得着我们的主的时候 我们的心中也带着非常喜乐 也为这件事来感应 妈妈对我们这么好 那么我们作为子女对妈妈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提升我们 应该对自己的父母是要怎么样的 在圣经里面第六章二十节 提醒我们什么呢 要我们记住妈妈的教会 教会就是妈妈的教导 妈妈的教训 圣经里面第六章二十节这么说 我而要紧收你父亲的戒命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这个法则就是指妈妈给我们的教导 妈妈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不能够将它忘记 今天我们都知道 妈妈可能读的书比不上我们 而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子女读书也会高过我们 妈妈可能学习不会太多 但是她对人生的道理是非常好的 她们的言讨 她们所说的一切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 所以今天就算我们的妈妈已经不在世了 已经很多年了 但我们也没有办法忘记 她们曾经给我们的教导 给我们的教训是怎么样的 这个圣经提醒我们说 我而要紧收你父亲的戒命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妈妈通常比较严厉的 她说的话往往是一个命令 一个戒命 但妈妈就是一个慈母 往往是很愿意 很耐心来教导我们 来帮助我们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我们要记得 不要忘记妈妈所给我们的教学 不要忘记妈妈 在我们人生里头 给我们很多的指示 给我们很多的人生的道理 另外在真言书 第十章第一节 讲了这句说话 叫我们不要做愚未知子 使母亲担忧 经者这么说 自为知子使父亲欢乐 愚未知子 叫母亲担忧 一个担忧英迷声 里面用了一个griff 或者用一个sore 使母亲觉得难受 觉得疼心 今天我们做了什么 使妈妈一直担忧我们 一直为我们难过 为他们痛心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有做过 令妈妈真的很欢喜 很难受的事情 是不是呢 如果我们吸毒 妈妈一定很难过 我们去赌钱 我们做不正经的事 我们去打架 妈妈的心一定很担忧 所以今天我们做的是一个 有智慧的人 不是做一个愚蠢的人 使妈妈一下来担心我们 在外面究竟会怎么样 在外面会不会做一些 不应该做的事情 圣语里面提醒我们 不要做愚未知子 使母亲来担忧 不要令妈妈难过 反而令他为我们感觉到安心 为我们感觉到欢喜 因为知道我们肯听他的话 知道我们肯行作一个正确的正道上 这是我们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的 另外真面书的23章22节 也说了一个很重要 我们做愚蠢对妈妈应当有的态度 就是不可因妈妈连老而轻抗他 经文这么说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怒了 也不可藐视他 什么叫藐视呢 就是看不起他 看轻他 妈妈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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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老之后 可能他记性不是很好 可能他会有些淋沉 有些东西会重复 可能他听得不太清楚 可能他的眼力不够 我们作为子女 在他再联络的时候 是不是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他呢 或者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那个耐性 我们轻视他 我们看不起他呢 那今天 我们大家都知道 科学时代的进步 很多新的东西 是以前妈妈都没有学过的 所谓的电路 所谓的现在的电话等等 很多时候他们想用想学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一学就吃 可能他们需要经历过很多次 你要提醒很多次 教他很多次 他就认识 但很多时候我们又不耐性 很多时候说 哎呀不教你了 教你都不懂 说了这么多拜 你都不记得 这个就是我们对妈妈的那种轻视 圣经提醒我们 叫我们要听从生理的父亲 要我们知道妈妈老了 你仍然要尊重他 你仍然要对他客气 你想起你以前 你小时候 你妈妈怎么教你呢 很多时候你不懂 妈妈一次 两次 三次 很有耐心的 来帮助我们 那么我们同样需要 有耐心 来帮助自己的父母 当我们的妈妈越老的时候 妈妈的体重就越来越轻 而我们做子女的 因着天然的长大 我们的身体的体重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重一点 我很记得 我最后一次抱我妈妈的时候 是她最后入院的时候 当时我要抱她 来上车 来到医院 那次令我最难忘了什么呢 我发现到 原来妈妈这么轻的呢 那一次 是最后一次 抱了自己的妈妈 圣经里面 特别提醒我们 妈妈越老的时候 我们越要越尊重她 越要体谅她 越要外护她 所以圣经说 不可因母亲年老 而轻抗拒 当然圣经里面 还有很多方面提醒我们 但这三方面 在我们作为子女 应当对妈妈的 最基本的态度 你要听从她 你不要忘记她 曾经被你的教导 你不要做一个愚蠢的儿子 使得妈妈为你担忧 为你觉得难过 你在妈妈老的时候 你不要轻视她 反而更加地来爱护她 在圣经里面 提到耶稣基督 被她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当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担了十字架上的时候 耶稣基督 她没有忘记 那个还留下来 在世上生她的 那个妈妈 就是玛丽亚 世上的这个生亡 她没有忘记 在她被听十字架 在那种痛苦的当中 就快离世的时候 她都记住玛丽亚 而当时圣经讲 她就对玛丽亚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 英文用了这个妇女这个字 妇女看你的儿子 而之后她都对着约翰说 约翰看你的母亲 她知道自己 已经被钉十字架 她没有办法再供养玛丽亚 但是她有一个交代 有一个交代 就是让约翰 来继续照顾玛丽亚的余生 让玛丽亚的万年 有一个人来照顾她 这个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约翰 耶稣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是你跟我今天要学习的 照顾自己的妈妈 在她年老的时候 都要看着她 就算有一天自己先离开 也都要有一个好的交代 能够让自己的妈妈 能够安心的 来度过她在世上的余生 这个我们应当 从耶稣的身上来学习 我们为了耶稣留下这个榜样 来感谢主 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习的什么呢 就是了解妈妈的心 要明白她们的心意 当你能够了解她的时候 她的心就很宽利 我们知道 爸爸妈妈很多时候 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心事 很多样东西想爱的时候 她不愿意说 你问她可能她说 我不爱 其实心里面是想爱的 你怎么能够了解她 量解她 能够做到她真的心里面 很想我们能够做到给她的事 她的心就很欢喜 就很快乐 一件事我没办法忘记 是42年前的时候 在42年前的时候 是我的儿子上次出生 因为她是我们家族里面 第一个男书 我爸妈就很欢喜 我妈就很主动的 就说要来帮我们 从余宝上来 来做陪月 那一晚我便回教堂 来开会 结束之后 我便去卫石街的树 买些盐 我便买了两样东西 一样东西 买自己喜欢吃的 就是罗粥 第二样东西 就想到妈妈年纪大了 不要吃那么多酸辣东西 就买当时很出名的胡萝卜 你给他吃的 那师母因为座瑜 就不方便吃外面的东西 那我买了一回来 就跟妈妈一起坐着吃 那我吃我的东西 妈妈吃我买给她的东西 之后过了几天 我妈妈说了一句话 她说什么呢 她说活仔 是否我叫阿活 阿活仔 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喜欢吃酸辣东西 当我听到之后 我真的有很大的内疚 我以为我了解妈妈 其实不是的 每个人都喜欢吃酸辣东西 为什么当时我不分给妈妈一起吃 而我自己吃完那个罗粥呢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了解自己的妈妈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 所以求天父帮助我们 来学习了解妈妈的需要 了解她的心事 了解她的期望 而我们作为子女的 能够尽量成全她 经过多年之后 有一次我妈妈就跟我说一些东西 她说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天家了 在哪里又举行追思礼拜呢 当时我妈妈两地都走 在余堡有我哥 有我嫂子 又有我姐姐 在吉隆坡又有我哥哥 还有两个妹妹在那儿 在吉隆坡参加了一个教会 都熟悉顶姊妹的 在余堡又有亲戚在那儿 她说有一天她离世回天家了 那究竟在哪里有这个追思礼拜呢 其实妈妈已经想到想要了 但她没有说出来 我就跟她说 有两晚追思礼拜 第一晚就在我的教会 第二晚就回到自己余堡家里 有追思礼拜 第三天就安上余堡 因为余堡已经有一个墓地 准备了 当时我妈妈听过之后 就真是苦力 她说 这个正是我所想的 当你能够了解妈妈 能够说出她的心中里面 所想所要的时候 你说她的心里 是什么这么欢喜呢 需求天父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是学习 如何能够了解自己的妈妈 如何能够一生 尽量来陪伴他们 因着这个缘故 让这个母亲节 不是单单一年一次 来到慶祝 一年一次 跟他们来到去吃饭 不是 让我们 将这个母亲节成为 天天都慶祝的母亲节 让天天都是母亲节 让我们能够 好好地对待自己的妈妈 让她每天都知道 是母亲节 因为有疑慮 愿意和她一起 有疑慮 愿意和她 来到陪伴 来到慶祝 我们一起祈祷 趁着天父在你的面前 我们很感恩 因为你给我们每个人 都有个妈妈 为了他们在世上的日子 对我们的教导 对我们的教养 为我们一生来付出 我们很感恩 来赞美你 因为如果妈妈在世的话 求你赐福他们 给他们健康 给他们喜乐 给他们平安 如果妈妈 已经没有在这个世上的话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继续忘记他们 继续思念他们 曾经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多谢你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爱我们 给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享受 无碍的 一致我们做一次 为了天下的妈妈 来到感恩 也求天父 来到基点他们 赐福他们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成名 阿姆 我们今次背诵的经文 是针言二十三章二十二节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藐视他 针言二十三章二十二节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藐视他 我们做平安 我们很感恩 我们能够可以 来到庆祝母亲节 再一次 祝我所有的母亲 母亲节 蒙恩 身体健康 如果那些妈妈在你身边的话 你不妨被她的拥抱 和她说一声 妈妈 我爱你 第二号我们继续为着 这个身份肺炎的疫情 来祈祷 我们求天父 能够施怜悯 能够阻止 这个疫情的蔓延 祈祷为着那些 仍然在当中 受到治疗的人 求天父给他们 能够很快 能够出院 我们为着行动 管制逐步的开放 来到感恩 我们希望 人民很快的 可以回复自己正常的生活 以这个经济上 也都很快的 能够可以复苏 我们都求天父帮助 我们大家都继续保持 个人的卫生 能够保持一个的距离 也都可以 能够 事常都戴着口罩 避免受到感染 第四 有关我们的线上崇拜 我们继续为了那些 参与服侍的第一节目 来感恩 也为他们祈祷 他们当中牵涉到摄影 牵涉到展触 牵涉到当中 要担任的主席 领唱 和这个安排 以及广道 都求天父在当中 来到引渡 我们都求天父 给我们继续 能够在这个 线上崇拜当中 有好的敬拜 我们都为了下个礼拜祈祷 下个礼拜我们有这个 线上的圣餐的崇拜 那我们会和大家 稍微详细讲解到 这个崇拜的进行 所以大家留意 第五 关于西马教区 因为我们的 现任会都 王满兴 在年底就满期 所以需要 在接下来的下半年 要选出新的会读 我们为这件事祈祷 求天父拣选 合他心仪的人 能够 带领 这个 世马教区 继续向前 来到 将这个福音 带到更多的人 的当中 大陆 我们等前 会继续彼節的代道 在这个二十四小时的 连锁运动的当中 我们一个好的学习就是 为其他的弟兄姊妹 带到上帝的面前 你可以为 他们继续祈祷 每一天 提名的为五位 为十位 带到主的当中 为了他们的感恩 为了他们的服侍 为了他们的家庭 为了他们的工作 等等 来祈祷 第七项 我们要为了 有病痛的人 来祈祷 特别纪念到 黄金球女士 求天父医治她的乳癌 亦都医治 丹尔婉姊妹的血癌 还有 我们的 师班指挥 和老师的妈妈 胡佑浩姊妹的子宫癌 以及 初顺著的Annie Lim 她的咳 第一 求天父都医治他们 看过他们 另一方面 都为了 私认的阿姨 就是 保莲姐 已经动作的手术 来感恩 求天父帮助她 能够很快的康复 第八 我们没有办法在教堂那里奉献 大家可以继续用两种方法 要是你收住你每个星期要做的奉献 然后回到教堂的时候 一次放在奉献袋 第二个方法就是你直接用这个银行转帐的方式 陈天父来带领 来帮助 让我们记得 凡是属于上帝的钱 也归回给上帝 最后要继练牧师的行蹤 继续因等牧师 这个礼拜所做的工作 以及准备下个礼拜的 盛餐的主持和证度 多谢大家 我们一起祈祷 祈求天父你的面前 我们为了天下的母亲 来多谢你 我们求天父来赐福他们 因为他们为了疑虑 付出了他们的一生 我们很多谢 因为有他们 正有我们的疑虑 求天父来到 让妈妈的心 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不断的 来到向他们学习 不断的来到去记住他们 而提醒我们做子女的 应当对妈妈 应当有的态度 帮助我们不要藐视他们 帮助我们不要来到 做一个愚蠢的儿子 使他们担忧 也帮助我们能够 可以记得他们给我们的教导 在我天父你的面前 我们都求你继续练悯 有病毒的顶姊妹 为黄黎月姊妹祈祷 求天父你医治她 求天父你阻止任何的病毒 冲进她的身上 让她不会受到感染 医治何侵求女士的乳癌 医治大二本姊妹的血癌 亦都医治 亦都医治 和友好姊妹的子宫癌 亦都医治 安妮黎月姊妹的咳嗽 你为着保殿姐 动了手术 亦都多谢你 天父近此 我们恭敬 将这一切的事 带到你的面前 恳求天父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成名 阿姆 翻误 圆史 小 千鸿满四绿云风长相远矣 满眼神功伟大 满眼祖祀恩 我们和心律转转见祭祀神 念上帝道面爱 祈福我双清 保佑我为神 跟曾经我人群 我愿从养到永远 上帝爱惜人生 存在永不停 存在我身 并且创造我灵魂 满心是心 直到九月拜见明 释迦走劫 曾经将我相索情 念上帝道面爱 祈福我双清 保佑我为神 跟曾经我人群 我愿从养到永远 上帝看众人生 彼此曾经分 见上帝道面爱 祈福我双清 将上帝道 将如生救万名 五年王清 怀里 身放了王村 十字架上万寻闻 徒故母亲 愿上帝道面爱 祈福我双清 保佑我为神 跟曾经我人群 我愿从养到永远 离单身 离单身 宣传出声音 苏千年代 拜上 所终小学情 军事我能继承 用君主建名 纪念神代 祈福我双清 纪念神代 同时 纪念父母亲 连上帝道面爱 祈福我双清 保佑我为神 跟曾经我人群 我愿从养到永远 我们接受祝福 我们接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和感动 尚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今次同样有三个题目 我们要讨论 以便我们能够对所听的讯息 有更多的反思 第一个问题是 妈妈给你最难忘的印象是什么呢? 大家都和妈妈相处很多年 妈妈还有很多的印象 有哪一样的印象 令你最难忘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二就是 圣经说 愚未知子 使母亲淡幼 你有做过愚蠢的儿子吗? 你有曾经成为一个愚未知子 使你妈妈淡幼吗? 第三个问题是 让天天都是母亲节 你赞成吗? 如果你赞成的话 你怎样去庆祝 让天天都是母亲节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大家可以分享 多谢大家 天天 我还是冷喜欢你 每天